地球并不是白天才工作,也不是像是一样夏天活动冬天冬眠,它是一年四季白天黑夜都不停顿,都是这么运行着的,任劳任怨,拖着一兜子的海水和人类家园,花虫鸟兽,万物葱龙不停地转动着。 天体的运动速度,由其参照物所决定的,简单的说相对运动需要一个参考系,否则单独是无法定义一个天体的运动速度的。 地球次转一圈约24小时,地球赤道周长约为4万公里,也就是说地球转一圈,为赤道走了4万公里。 这样赤道的线速度,为每小时约为1666.67公里,每秒约为463米,地球围绕着太阳空转一圈就是一年,因为这个轨道不是一个正圆,而是一个偏心率较大的椭圆。 所以走完一圈为9.4亿公里,每秒为29.79公里,地球围绕着太阳空转一圈就是一年,因为这个轨道不是一个正圆,而是一个偏心率较大的椭圆。 所以走完一圈为9.4亿公里,每秒为29.79公里,太阳带着地球在距离银星2.6万光年的位置,以240千米每s的速度狂奔,约2.5亿年围绕银星一圈。 如果以仙女座星系作为禁止参照系,由于银河系正以110公里每秒的速度靠近仙女座星系,而太阳系在银河系的公转方向大致上针对着仙女座星系参与网。 这使得包括地球在内的太阳系天体相对于仙女座星系的速度,为301公里每秒,考虑更远的距离,宇宙膨胀效益会更加明显。 越远的天体相对于地球的速度越快,如果以对方为参考系,地球的速度甚至会接近光速。 比如哈勃望远近拍摄到最远的星系,Z8GNV5R9时,相对于地球的移动速度,达到了光速的70%,地球上的一切都离不开太阳的N次。 所以春夏秋冬也是太阳导演出来的,太阳直射的地方就是夏季,太阳最偏射的地方就是冬季,不偏不直射的地方就是春秋。 地球呢自转轴,与弓转面并不垂直,这就导致了赤道玉黄道,有一个23.26度的夹角,就是这个夹角在地球与太阳的关系上,形成了一个南北回归线菜一网。 太阳就在两个回归线之间照射着地球,随着地球围绕着太阳弓转,不同的位置太阳照射的部位就不同,就产生了一年四季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